大家好,歡迎收看比利巴拉托 自從我2018年去荷蘭 中途就落在冰島兩天 而那兩天都是下雨的時候 就見不到極光 於是我人生的bucket list 就變成了希望至少能夠看到一次極光 極光有兩個可以選擇去的地方 一個就是加拿大的黃都市 另一個就是去冰島 因為這次旅行我和Mini之外 也會和外母和我爸爸媽媽一起去 五個小朋友的時候 可以去選擇兩個地方 價錢方面其實去冰島和黃都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如果你冰島好像我這樣 因為火山爆發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那個機票便宜到600元都不用的時候 那就好便宜了 而當我同一時間 黃都鎮大約是700多元的機票 再加上加拿大現在的生活費 貴了那麼多的時候 你相對來說冰島都不覺得特別貴了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冰島的好去處多過黃都 而且黃都可以看到一些北方的北極人士 那些民族文化各方面 也都可以有這個Husky 坐一些雪梟狗 拉雪梟 但其實這個活動在加拿大 因為很多人都有得玩 我之前也拍過片 不需要去到金山巡水縣 不過相對來說冰島那些地貌 火山 博布那些就會豐富很多 當然啦 在機會率裡面 黃都鎮比較好 有人說 有30%甚至50%的機會 你都會看到 你如果逗留3天的話 你應該看到這個極光 但是冰島呢 可能只有15%的機會 是看到的 即7天裡面只有1天 以我的經驗來說 我們去冰島6天 上次逗留了2天 8天裡面只有1天 可以看到 所以 網上的統計數字 15%都差不多 差不多 另外一樣要計算的 就是那個冰島的程度 冰島因為 它是在那個 墨西哥暖流帶裡面 天氣相對來說 比較宜人和溫暖的 我們去的時候 大概0度至-5度左右 夜晚凌晨的時候 等候 又等候 那個極光呢 都冷到震的 那你哪怕 大部分時間 會躲在 無論是 那家民宿 在旅遊巴裡面 在帳簧 有些火 有杯熱咖啡 都好 你衝出去的時候 5分鐘 10分鐘 你都相對來說 是一種的 煎熬 再不要計算 你的攝影器材 你有一定程度的 壓力在當中 耗電量 用得快些 分不至胡瑟登爹 而黃刀鎮呢 整副廿度 就更加 更加 拿命 我爹地媽媽 和我外母 都會覺得 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在當中 一拍完之後 就縮回去 我就好少少 我不怕冷 所以 這也是一定程度 需要考慮的 自從去完冰島之後 給我選擇 我都不介意再去多次冰島 但是 既然我已經見過極光 我不會再去黃刀 所以 究竟你的選擇是什麼 很dependent 究竟你拍不拍動 同時間 究竟你 是不是一定 只需要見到極光 這個考慮因素有多大 怎樣能夠在冰島 能夠捕捉多到一些極光呢 在我的旅行的安排上面 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 心思的考量在這裏 因為天有不測 你是預計不到的 其中一件事 你當然要考慮 你會留在屍體還是不留在屍體 租車還是不租車 假如你留在屍體的時候 其實你某程度上 比較被動一點 唯有加入那些團 等他們帶你去 又或者在這個市場裡 遇到極光的時候才走出來 我們有三天時間 在郊外 有三天時間 就會來到這個市場 有三天時間 我們的部署就是 希望那三天 沒有什麼暈 天氣晴朗 然後我們有一天 就是冰島的南部 一天就是GOLDEN CIRCLE 大約是 偏於中部 中部偏西南 然後有一天就是南部 最後那三天就全部在首都 募求令到我們在哪個地方 都能夠 hopefully 得到 有一天 是萬里無雲的情況 而極光也是高的 說起這件事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 Arowa Forecast的一些 website 他就會很清楚地 有一個地圖 還有 你撥上來的時候 他會有不同的日子 追蹤到 接下來的三天 那個 狀況 我一開始的時候 以為那些綠色就是 那些極光 因為極光通常都是綠色 主觀意識上面 但原來不是 極光 而極光就 在另一個地方 那這些是 雲的意思 所以 你要避開一些雲 你才可以看上天 見到極光 所以你要看白色的 那你首先要研究一下 你身處的地方 對比在Google Map裡面 那你是不是 沒有雲 這是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 你看到了 上面有個指數 現在是紅色的 紅色就是講 它是 Number 4 0到1 基本上 極光指數低 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2到3 就有些機會 通常是 天空細細緻 這樣 你會出現一些 浮一下浮一下的極光 到4和5 就開始比較強 這樣你會見到 天空整塊 六七八那些 基本上 你都不用什麼 災傳 你不用去郊外 你在City裡面 都會見到 像鬼火一樣 周圍飛 那個是最理想的情況 話說 我去荷蘭之前 那個星期 冰島的極光 就去到那個指數 你在City裡面 都能夠見到鬼火一樣出來 但是跟著我去的時候 就落大雨 落足一個星期 豈有此理 這些可以不可求 但是你純相 在你旅遊的擺位 儘量去多些 魚翁殺網的機會 僅此而以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這個表 去預測到 究竟 這個時間 或者幾天 你可以去哪個位 能夠捕捉得多 關鍵最主要就是 你能夠看穿的天空 所以 就要沒有暈 還有那個極光指數 希望越強越好 至少有三 二 其實都是碰上運氣 零和一 你就不用想了 回家睡覺早點 走 第二天繼續餘下的旅程 再開心一點 隨時之外 你也要確保 光的污染是小的 所以為什麼要夜晚捕捉 因為太陽光 在極光的眼中 就是最大的一個 超級大污染 有太陽光 基本上你不用看 看不到極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 逃避了 在這個 City 雖然極光指數爆高 是不需要理會 如果 如果 有四 其實 你走到海皮 那裏有 維京船 看著 對面 有一個 懸崖峭壁 以前都是火山 那裏 那裏 其實你已經可以拍到極光 如果極光指數高的話 對面 街燈不算多 或者上面的街燈不會遮到你 影響到你 完全拍不到 上次 多人多 是 20年裏面 最爆光的一天 那我 其實就在這裏 外面 已經可以拍到 哪怕 哪怕 有少少街燈 有些人還在開燈 你都可以捕捉到天空上面 整塊 整塊 都是 這個 極光的 第三樣 要注意的 光污染 就是 月光光 我們去冰島的時候 就是 月圓之夜 通常月圓之夜 衝擊得很厲害 幸好 那次 我們見到極光的時候 剛好 月光 就是屋前 而那些極光 就是屋後 或者屋前都見到 不過因為月光的時候 我們完全見不到極光 所以 最好 避開月圓之夜 所以 可能你訂機票的時候 我們自己不知道 如果你訂機票的時候 是那些 沒有了月光的日子 就是 初一 十五就不好 初一那些就開心一點 這要注意的 第四樣 第四樣 就是 你自己的眼光光 有時候 你看到天空的時候 你完全分辨不到 究竟 有沒有極光 七黑一片 這個可能 是純粹 當你 當你查到這裏 你明明知道沒有暈的 當你查到這裏 明明知道極光指數是高的時候 那天空一定有的 但是 你看出去的時候 是沒有的 沒有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的眼睛看不到 人類的眼睛很奇妙 在晚上裡面 他嘗試捕捕光線 這樣 所以 所以 他 在那個色彩上面 是會相對來說 是弱化一點點的 要需要大約幾分鐘的時間 才能夠適應到 慢慢 你才知道 咦 原來前面那一疊 純粹是天空差一片 原來是有點不同的 咦 可能有些綠色的鬼火光在這裏 或者 那時候是藍色 或者視乎的高度 極光有些不同的變化 由這個紅 紫 去到這個綠 藍 各方面是不同的 甚至橙 黃 如果天空 今次當年多 很厲害的時候 他整片天都一樣 都有的時候 變成了 幻彩的顏色 通常來說 中間那一片 最大的 就是綠色 所以通常 都是綠色 你要時間去調整 要等 這個也是因為 這樣的緣故 你去黃都的時候 你有整 就是 零下二十度的時候 你就會禁很多 你怎麼能忍得到這麼多時間呢 其中一個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你 知道有極光的時候 就用你的手機 因為手機 它就不需要 prioritize 光 它感受色彩的能力 是好過肉眼的 在七眼裡面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就有腳架 然後你就去不同的方向 四面八方 即是拍四張相 或者拍八張相 不同的角度方向 長期曝光大約 是五至八秒左右 我之前拍的照片 大約這個時間 你用 like mode 就可以了 在四面八方拍了一張相 然後再去慢慢 確認 有些手機 不可能一時間 就可以出色 可能要隔幾秒 四面八方拍完 照片回來的時候 那些照片都應該 adjust了 是那個ok quality 然後你慢慢來 扣過那些照片 來分辨 不是透露你的眼 來看 究竟是否是綠色 是否有極光 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覺得是最好的 最後都是看彩數 看看有沒有多雲 這個很難能夠完全控制到的 哪怕你知道冰島 從九月到二三月 其實都可以見到極光都好 但是多雲下雨的時間 都是沒有辦法的 希望你們都能夠見到 我也很慶幸 冰島第一天就已經見到 然後回到多雲多 甚至乎也見到二十年 都未必能夠一遇 在緋度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都見到多一次 而且那一次 就比起我在冰島 就見到更加 更加多的極光 整棵牆圍繞著我 但是你說 如果你在多雲多見過極光的時候 是否值得去冰島呢 我覺得還是值得的 因為你在City 或者多人多 加拿大的湖區 拍到一些照片 見到極光 以及你在冰島 尤其是郊外 見到極光 那種魔幻程度 冰島是完全有過之義 沒有不及的 但是要注意另一件事 就是駕駛 你在晚上駕駛 冰島條路又窄 而且旁邊有坑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再加上沒有街燈的情況 又大風 是值得需要小心的 所以 你如果不是災全的時候 你寧願在首都附近那些 比較黑的公園 但是他去那個公園的過程當中 那條路還是燈光火燭的 那些會比較安全些 如果不是你就真的選擇幾天 駕駛奇 駛驚来 即使您住在中間的民宿 而你那裡 在修太陽之前 就已經去到民宿 到然後去等 那就會比較優勝 但是為什麼都很好 一定程度是擁飽 擁飽 擁飽近駕駛 駕駛過程車 都要安全 小心 你去到冰島也好, 黃都也好, 甚至乎留在多人多, 偶爾遇到有機會向北邊走, 見到極光也好, 希望你能夠有好運遇到, 同時旅遊愉快, 注意安全, 出入平安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八下課